什么原因让它放弃高薪职位 转行种菜养鱼 当时我们全家都很着急 就寻遍了成都所有的农场 它如何实现养鱼不换水 种菜不施肥 就是在一个生态系统中 既养鱼只有种菜 养鱼种菜 两种不相干的农耕模式 如何和谐共生 因为它根系的发达 上面会生很多消化细菌 能够把我们的水体 处理得非常捷径 使我们的鱼 一直生活在非常干净的水中 它的农产品卖的火爆 全靠一个小心眼 敬请收看本期农广天地 鱼来耕田 水来生钱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各位好 欢迎如约走进农广天地 大家都知道啊 这养鱼离不开水 种菜离不开肥 可就在四川省成都市的新津区 却有一个农场 可以养鱼不换水 种菜不施肥 而且卖菜还要带根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要想了解实际情况 那得先要找到一个外号 叫大鱼的人 我就是大鱼 我的本名叫陈彬 我每天早上六点半的起床 早晨要开一个小时的车到农场 我每天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来到农场 赶到农场第一件事 就是用四季来测试我们水体的氨氮和酵酸盐浓度 还要用农结氧测试仪 来测试我水体的农结氧水平 大鱼的这个农场占地30亩 拥有26个大棚 既不施肥也不换水的蔬菜和鱼 都将在这里诞生 一大早就开始忙碌的不仅是大鱼 农场的工人们正在根据订单 采摘成熟的蔬菜 重量成够了吧 今天的油麦菜还很新鲜 标圈将来要把这个口子扎上 打包好的蔬菜都是通过快递 当日配送 最大程度保证顾客吃到的农产品是最新鲜的 有的顾客还会经常亲自来这里采摘游玩 我们经常来 平常一般过来呢 我们就在那摆摆菜喂喂鱼 挺好的 就经常有空的话就带它过来 过来玩过来摘 买这儿的菜这儿的鱼 看到那西红柿 金的红的特别漂亮 鱼的味道一个没有这种腥味 我们家的生的生女都非常喜欢吃这个 更甜一些更像以前的小时候的味道 大鱼这里的农产品非常受欢迎 每个第一次来农场的人 大鱼都会让它当场品尝一下 这里的蔬菜除了口感好 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根又长又密 这里的蔬菜都是水培种植的 根系比较发达 大鱼拔起来的卷心菜 根部足足有一米长 但这还不算什么 比起这些叶菜类的根 果树类的根还要更长 我身高也就一米六十多吧 这个比你身高还高吧 比一下来比一下 对 体质了 真的 好长啊 比我还高这根 而且长得很茂密 很旺盛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根这么长吗 因为我们的蔬菜的根是生长在水中 它没有土壤的阻力 它会生长得非常的发达 茂盛 水培蔬菜的根部在水里可以自由地活动 生长速度相比在土壤里 自然也就快了许多 不仅根长得长 而且这藤腕上也是硕果累累 大家猜我手里拿的这个是什么 是不是有点像李子 但其实它不是李子 而是像李子的一种紫番茄 紫番茄是新一代特色杂交彩色品种 属于早中熟的中小型番茄 果实圆形成熟时呈紫色 单果重25到30克 果皮厚但肉质柔嫩 酸甜适中 口味沙甜适口性好 汁非常多 沙沙的 酸甜的 很好吃 又密又长的根系 可以让蔬菜吸收更多的养分 促进植株的生长 不仅能提高产量和质量 它们还有另外一个作用 因为它根系的发达上面会生很多消化细菌 能够把我们的水体处理得非常洁净 使我们的鱼一直生活在非常干净的水中 什么 根系清洁水质跟鱼有什么关系 难道鱼都养在蔬菜下面的水里 但是记者并没有在水里发现鱼的踪影 那这些鱼到底是在哪呢 小春 我带你去喂鱼 好 你喂鱼以前 你现在要有个心理准备 那喂鱼应该很简单吧 要不你试试 就这样撒就行了 往中间撒就行了 对对对 对了 这很平静吧 注意看 好不宜 这么办法 现在消开水开锅了一样 对对对 对对 这个里面养的是叫德国敬礼 它的吃食量大 胆子也大 就是它抢食很壮观 你看我们这个鱼池的面积不大 但是我们的喂的鱼的密度非常高 因为这个 像这个密度的话 我们大概正能出三千斤鱼 就比传统的那个土糖养殖的那个密度高很多 那它经济效益也高 目前这些大棚里养了七八种鱼类 种了几十种蔬菜 在高产高效的状态下 产出高品质农产品 是大鱼的初衷 也是赢得消费者青睐的根本 一点尾巴都没有 那个菜根根 感觉好像特别新鲜 并且就是看得到的 孩子在那儿也挺好玩 他也觉得很有乐趣 而且他知道这个菜是怎么样长的 怎么样采摘的 也不打什么农药 也不死什么化肥 那什么鱼菜共生 鱼菜共生就是在一个生态系统中 既养鱼又种菜 表面上似乎并不能看出 这里的鱼和菜之间有什么共生关系 在不同的大棚里 有的养鱼 有的种菜 有的甚至生长在同一屋眼下 在普通人眼里 这只不过是 把种养两种农耕模式 集中在一起而已 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其实这其中的奥秘 就藏在水里 大棚里所有的蔬菜和鱼 都依靠这里的水来生长 这些水是通过管道连接 24小时循环 简单地说 就是蔬菜和鱼 都在同一个水循环系统里 实现鱼菜共生 它利用工厂化高密度养殖 产生的这些鱼粪和产耳 然后通过微生物进行转化以后 变成植物能够吸收的养粪 然后植物的茂盛的根系 又可以把水质过滤的非常清洁 来给鱼清洁水体 这样就能实现 养鱼不用换水 种菜不用施肥 我觉得这个方式很好 既省力 同时又得到两个农场 能够得到两种农产品 这种鱼菜共生的生产模式 是大鱼从国外引进过来的 然而在引进之前 它却是一个地道的门外汉 2013年我开始从事 鱼菜共生这个行业 原来我是一个IT公司的一个技术高管 一个常年与电脑和互联网打交道的人 为何要铤而走险 从事以前从没接触过的农业呢 其实这跟他儿子的一场病有关 儿子才两岁时正是需要蔬菜来补充各种营养 长身体的时候 一场突如其来的病 让全家人都很着急 作为父亲的他 开始寻找食用安全的蔬菜 因为儿子患的并不是单纯的 对某些食物过敏 而是对食物的农药等残留物过敏 他在寻找安全蔬菜的时候 却有了意外发现 偶然的机会呢 我从国外了解到有一种 现代鱼菜共生这种农根模式 这个非常打动我 为什么呢 因为它整个生态系统中 既养鱼又种菜 这样的话 任何环节都没法使用化学农药 否则会毒死鱼 我就开始在网上疯狂地去搜集 这个鱼菜共生的这些资料 最后我从国外的一个专家那儿 购买了一个我们鱼菜共生的一个技术文件 一个原型系统 大鱼买下了鱼菜共生系统的技术文件 他打算自己种养出安全的食材 给孩子和家人 但是对于这个想法 他的爱人并不看好 他说你既不会养鱼 又不会种菜 你怎么去搞这个鱼菜共生呢 因为家里没有人从事农业这一块 为了儿子能吃上放心菜 大鱼开始大量查阅农业相关书籍 并在离主城区不远的新都区 尝试建一个很小的鱼菜共生农场 搭建了一个200平方的小型鱼菜共生 我当时就想这个系统能够给我们家的孩子 给我们家庭能够提供点安全的食材 虽然大鱼按照技术文件搭建了小型鱼菜共生系统 但是这个实验田开展的并不顺利 一开始就遇到了很多问题 刚开始搞鱼菜共生的时候非常艰难 非常艰难 我们那个最早我们在新都做实验的时候 死了很多鱼 就说我怎么养不回鱼 通过咨询其他养鱼的人 大鱼发现他犯了一个最基本的错误 他买的鱼本身就有问题 大鱼吸取了这次的教训 他从专业的养鱼场重新进了一批鱼 继续他的实验田 可是刚把鱼养好没多久 种出的蔬菜又出了问题 这让大鱼非常沮丧 种出来的菜全部不对 营养缺乏 颜色也不对 个头也不对 让大鱼没想到的是 这次蔬菜出现问题的原因 竟然又和他进的鱼有关 后来我们又不断地去跟专家碰撞 最后发现整个鱼菜共生是一个平衡系统 养鱼的那个密度和种菜的这个面积要匹配起来 原来鱼和菜不仅仅是共同生活在同一个水循环里 那么简单 它们之间也需要相互制约才能保持整个生态平衡 而最根本的因素就是鱼的饲养量与蔬菜的种植面积要在一个合适配比区间 鱼菜公司有一个标准的一个比例 大概就是说种菜的面积和养鱼的面积是十比一的比例 大鱼因为谨慎 进的鱼比较少 打破了这个平衡 所以蔬菜出现了问题 如果鱼饲养的数量过少 产生的鱼粪就会少 蔬菜会因肥料不足而出现问题 但是鱼养多了也不行 因为鱼粪过多会使水质变坏 危害鱼的生存 什么原因让它放弃高薪职位 转行种菜养鱼 当时我们全家都很着急 就寻遍了成都所有的农场 它如何实现养鱼不换水 种菜不施肥 就是在一个生态系统中 既养鱼又种菜 养鱼种菜 两种不相干的农耕模式 如何和谐共生 因为它根系的发达 上面会生很多消化细菌 能够把我们的水体 处理得非常洁净 使我们的鱼一直生活在 非常干净的水中 它的农产品卖的火爆 全靠一个小心眼 敬请收看本期农广天地 鱼来耕田 水来生前 经过十个月的努力 大鱼的小型农场 终于有了收获 丰盛的瓜果蔬菜和鲜活的鱼 让大鱼很有成就感 原本只是做这个小农场就可以了 然而朋友的一句话 却让他走上了 专门从事农业的道路 然后我们朋友 到这个新都的实验系统来参观 他就觉得 你这个事情能不能把它做大 朋友的一句话 一下激励了大鱼 仔细合计之后 他决定辞掉互联网工作 全新投入鱼菜共生事业 后来我们一核算 发现这个事可以做大 既能够满足我们家庭资产的需要 又能够汇集更多的家庭 和给更多的孩子提供安全的农产品 所以我们后来经过考察 最终在新京的心意证 正式投产了 今天大家看到的这个鱼菜共生系统 如今大鱼经营的这个鱼菜共生农场 已经四五年 农场也在不断地扩建升级改造 主要就是做了那个外遮阳系统 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保持我们大棚 在夏季的温度不会过高 一个是保证作物的生长 第二个是让鱼池的水温不要超过26度 我们的鱼池采用的是下沉式设计 往下挖了一米多 主要的好处是水温在一天的波动非常小 对鱼非常好 它不容易产生病害 遮阳网和下沉式鱼池设计 让水温常年保持在12到26摄氏度之间 不仅可以避免夏季高温造成鱼的病害 还可以保证鱼在冬天的进食量 避免因鱼粪不够导致蔬菜养分不足的现象 除了控制适宜的水温 水中的氧气也非常重要 为了保证鱼的氧气供应 我们是采取高爆氧 那鱼的特性就是它喜欢追水 这样的话我们的高爆氧带来鱼的运动量很大 这样最后我们出品的鱼的肉质很紧致 然后因为运动量大身上没有多余的脂肪 鱼肉也很好吃 很鲜美 整个农场目前有16个鱼池 每个鱼池只养单个品种 这样有利于管理和饲料的投放 而且这鱼的饲养品种也是有讲究的 我们农场总共养了8种鱼 包括鱼鱼 鲁鱼 挤鱼 还有银血鱼等等 我们选择鱼种有两个讲究 第一个讲究是说你要考虑到鱼菜工生作物的养分的需要 你不能仅仅养那种草食性鱼类 一定要养那种吃动物饲料 动物蛋白的鱼 比如说鲁鱼和鱼鱼 这样的话你的作物得到的鱼分里面的养分才全面 它才能生长良好 第二个讲究是说我要根据市场的需要 和老百姓对这个淡水鱼的需求来定 然后第二个改造就是说我们二期的扩建面积 全部是采用了独立的单棚 8米跨度的单棚 这样我单个棚就可以生产单个品种 这样的话我对它的温度 光照条件和湿度控制 就可以独立控制 因为每个蔬菜的它的需求不一样 我这样就可以针锋相对地去调控它的生长环境 现在农场有专门的蔬菜育苗大棚 这样不仅可以根据需要培育蔬菜苗 也可以及时地补充采收后的蔬菜池 你看就这样 放进碗里就可以了 对 就这样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 我也会种菜了 挺简单的吧 是 挺简单的 把它放进去 然后又没有泥 医生又不会弄脏 很轻松的 鱼菜供生这种农耕模式 已经实现工厂化生产 很少受到外界影响 只要管理得当 可以常年不间断地生产出各种丰富的农产品 水是整个农场运转的基础 整个农场的用水量很大 达到了800吨 但是比起传统的农耕模式 鱼菜供生却是一个非常省水的模式 我们的用水量只有传统的 那个土壤栽培的5%到10% 我们只是当那个作物吸收了水分 和自然的蒸发的水分流失以后 我们适当地会补充一些水 但是总体的是非常省水的一个农耕模式 大鱼这个农场每天都要采收新鲜的农产品 进行打包配送 在打包蔬菜的操作台上 记者发现所有的蔬菜都是带着根打包的 这是为什么呢 我看到咱们这个水生菜都是带着根的 为什么不去掉再骂呢 这个就是我们鱼菜供生农场特有的水生根 这个根非常漂亮 然后也是作为我们农场产品溯源的一个识别码 像你在菜市场你买不到带根的蔬菜 这个一看就是来自于鱼菜供生农场 还有一个目的是什么呢 如果你当天吃不完的话 你可以把它浸到清水里 然后它的蔬菜可以持续保鲜 不用放冰箱了 大鱼的农产品如今已经是供不应求 除了产品本身品质好以外 也靠大鱼当初在销售策略上的成功 因为鱼菜供生 我们的消费者没听说过 然后我们最早的蔬菜只能免费送给朋友 还要达上物流费 送给他 但是我们多了一个心眼 我们把送给他的时候 我们把那个蔬菜的根给带上了 那个根带上以后 他收到蔬菜以后感到很新鲜 从来没看见过哪个蔬菜还有根的 然后他就有产生跟我交流的兴趣 那个时候我就介绍什么叫鱼菜供生 他听明白以后 他有愿意把这个鱼菜供生这个概念 讲给他的朋友们听 就逐渐地通过移动互联网的口碑传播 让我们的那个产品的知名度 在成都就逐渐地就打响了 那个小的水族箱 只是我们大型鱼菜供生系统的一个萎缩板 但它的功能是完全一样的 鱼菜供生农场随着口碑越来越好 慕名前来农场体验的人也越来越多 有的人不仅买回去还要吃一顿再走 很淡 就是那个鱼的那个味道 鱼肉的味道 口感很好 软软的 还不错 挺好吃的 2016年 大鱼的鱼菜供生 被成都市农业委员会评为 成都市实家农业创新创业项目 2017年 北成都市节能减排 及应对气候变化工作领导小组 确定为成都市绿色低碳示范单位 鱼菜供生 它是随便养殖和蔬菜种植的有机结合 它通过巧妙的生态设计 达到了科学的协同供生 同时节约土地 节约水资源 既环保 与生态 鱼菜供生 让动物 植物 微生物三者之间 达到了一种和谐的生态平衡关系 是未来可持续循环形 零排放的绿色低碳生产方式 大鱼 从到处为孩子寻找安全食材 到经营30多亩的生态农场 从一个门外汉 到一个合格的新农人 它一直努力让更多人 享用到质量安全的好食材 好了 本期的农广天地就是这些 如果您小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和信息 可以登陆农广天地的央视网官方网站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